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者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要帮你理财再次升级 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通膨相关的一个话题 首先先带大家来看到一个资料 那就是美国的4月的核心 PECE年增 高达30年以来的一个高点 4月的这个PCE的年增指数是3.6% 这个PCE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个人的消费支出 那比起大家常常知道这个CPI 物价消费者这些指数呢 它其实比较能真正的反映到通膨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指数的组成里面 它的这个房屋占它的权重比较小 所以比较能反映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开销等等 所以我们从这个PCE指数 不管是核心的PCE 还是一般的PCE 其实年增率都相当的高 也代表说这个通膨真的来临 这个美国经济迅速的复苏的情况下 通膨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通膨的来临 带给美国人 真的很大的压力吗 首先看一下二手车跟助力 我们知道嘛 美国这个地大物博 你如果没有一台车 几乎等于没有脚 跟住在我老家屏东 是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二手车的价格 飙涨的多夸张 瑞颖预估四月份二手车的价格 是68年以来的新高 涨幅在8%到9.3%之间 你看 这涨幅真的是非常大 那除了这个二手车以外 我们也看到这个卡车司机跟Uber司机 他们的薪水越来越高 最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台湾最近在这个疫情的情况 大家都在居家防疫 中午如果点那个Uber 一直根本点不到 你知道吗 全部都是满的 我们来看一下 Uber司机他的每小时的 收入有到多少 大家知道吗 到40美元 就是大概1100块台币 所以从这个车子 租赁以及到这个司机 甚至到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房子2019年的这个房屋的 中位数 这个是30万的美元 然后到2020年年底到34万美元 所以就是万物皆涨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通膨飙升的状况下 我们来看到 黄金每盎司的价钱 到1900美元 所以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美股虽然在上周 还是上涨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面临着现在通膨压力 以及之后这个QE渐进式的退场 加上这个一些振兴的经济 的多种因素摊杂下 其实是多空震荡 那在这么多空的环境之下 以及回到台湾 台湾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大家其实难免还是人心惶惶 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后市的盘石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资深财经专家 阮沐浩哥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标股大师 朱家宏朱老师 大家好 好首先问一下 沐浩哥 5月啊 这个惊涛骇浪总算过了 一开始疫情跌了这个超过2000点 现在又回到17000点以上 但是通膨的影响 以及接下来这个疫情啊 振兴经济这些方案 多空音速交叉的情况下 我们从大方向上该留意哪些东西 好那当然下半年我觉得最主要议题 还是这个通膨的议题 因为通膨它会影响到这个美国联总会的政策 那美国联总会政策如果转弯的话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股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膨的数据呢 现在是市场最为关心的数据了 那可以看到美国刚才谈到这个核心PCE 这个数据呢 居然是创下了这个30年来的新高 这个增幅是非常的明显 这一根非常非常明显 那现在目前美国的状况可以讲说是万物巨长 万物接涨 那好士多在上周公布出来的财报 这个盈利大增了将近50% 50% 他的营收也增加了20% 那好士多的财务长就说了 他看到触目所及所有东西都在涨 从服装到纸浆 然后呢到这个塑料制品 没有一个不涨 那平均的涨幅呢 大概就刚刚阿葵利所讲 大概差不多8%左右 然后呢现在好士多呢 也在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物价的上涨 反映转嫁给消费者 对 所以美国人现在解封了很高兴 口罩可以拿掉 结果他们发现了 他们要出门花钱 痛快的花钱花不动了 为什么 因为什么东西又在涨 连理个法都在涨 你刚刚讲说二手车的价格涨10% 更夸张的是租车的价格 涨了40% 40% 不管你去租什么车都涨了4成 所以说这个大幅的物价上涨 终究可能会让联准费 这个在货币政策上 做一些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这个PCE以外 在PCE公布之前 美国公布出来这个CPI 它的增幅更夸张 达到4.2 它的增幅是12年来的新高 所以也就是说呢 不管CPI或PCE 这两个通膨指标 它告诉你确实 美国物价上涨 生活全世界物价上涨 它是一个趋势 而且它非常有可能会是一个 结构性或是长期性的这个方向 没错 所以小摩的执行长 就Morgan Stanley的执行长 这个James Goldman 他就已经讲说 他大胆预测在东京一个金融会议上面 他就大胆预测说呢 明年初 美国联总会可能会升息 明年初啊 这么快 他这个预测是很大胆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小摩的执行长 也不是一个这个普通之辈 小摩在华尔街里面 可以是执金融牛耳地位的地位 那他的执行长也不可能随便乱讲话 虽然说小摩的分析师是认为说 联总会的升息可能会要到这个2023年 2023 但是呢小摩的执行长呢 他已经是告诉这个全世界 他的看法呢 是2022年的年初就要升息 那换言之呢 联总会剩下半年的时间 进行减债之后呢 明年初就正式可能开出升息的第一枪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重量级的金融界人物 对于这个利率方向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的看法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说上半年 这个美国股市啊 甚至全球股市的一个多头龙井 是不是还可以持续到下半年 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 不无疑虑哦 我先要讲上不无疑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上半年啊 到底全球股市的表现情况如何 我们刚刚讲的是下半年可能的一个重大议题 对 上半年各位可以看到我这张表上面 全球股市几乎都上涨 很少有下跌的 而且呢表现都还不错 比如说美国有这个10%的涨幅 欧洲甚至超过10%的涨幅 那亚洲股市里面表现最好的三个市场 一个是台湾 另外一个是越南 还有一个是韩国 这三个市场的涨幅也都非常明显 那这个股市的上涨能不能持续到下半年呢 就是看这个股市的动力 是不是能持续下去 那现在目前看到通货膨胀 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股市的动能 对 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另外在债市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它今年以来的表现就不好 各位看到这一行就是 今年以来的表现 基本上大概都是下跌的 尤其是这个投资等级债跌的最重 也就是政府债的部分跌的最重 反倒是什么在涨呢 各位看到 今年以来有在涨的很妙 它是越平等越差的 这个三个C的这种垃圾债的 反而涨是多 垃圾债的债券涨的最多 也就是说 高平等的债券是下跌 但是相对平等差的债券是上涨 这个也蛮妙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债市普遍下跌 股市优于债市的状况 是今年上半年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结论 就今年上半年的整体情况 可以讲说是股优于债 全世界大概是这样子 那美股欧股的多头趋势 现在目前看起来在持续之中 那雅股与台股韩股越南表现最好 那债市呢 它是在上半年受制于这个利率上升的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1到3月到4月的时候 美元指数有往上升 那美元指数在往上升这个过程中 其实它最主要因素是因为 美国感觉到这个通膨的隐忧 所以说呢 是 债市先起表现 从这个0.9的殖利率一路升到 最高到1.7附近 那这一波的上升呢 其实就让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投资等级的债券的价格呢 出现了很大的下压的一个幅度 那后来虽然说殖利率有下去 债券价格有上来 但是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升回 价格没有办法升回年初的情况 对 所以 今年我觉得 下半年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就是这个通膨的形态 包括这个物价上涨 全世界所谓周期性股票 还有包括景气循环股票 它们会不会出现一个 相对这个转折向下 同时带动全球股市 甚或这个各地方股市向下的一个压力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通膨一旦过高 全世界央行一定要拿出 相对的抑制手段 对 那我们刚刚讲说 联准会可能的抑制手段 就是先减债 减完债之后升息 那这个动作 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方向 因为 比如说以台股来讲 现在大家一头热都是什么 钢铁 航运 原物料族群 那一旦如果说这个族群熄火了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 上半年相对比较弱的 电子族群能不能接棒 现在目前看起来 似乎电子族群接棒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 为什么 因为电子还是有一些疑虑 是 就是说在整体的这个 未来的整个市况上面 有没有overbooking 包括了这个 就是说后面的 所谓的价格 是不是能维持高档 这些都有疑虑 所以说这变成说可能六七月会有一个换档之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汽车 大家要往快速往前走 要往前进 要换档 结果换档换不顺 车子就卡卡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几个 就是影响到今年的这个主要股市的议题 让各位参考 也就是说今年影响股市的议题还蛮多的 油价 美中关系 然后包括这个通膨 那我们观察的指标就是美债 包括美元指数 还有就是这个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的方向 好那 讲了这样子那么多 各位可能听下来觉得这个到底 对啊 要如何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个人是建议 我觉得上半年 如果有跟随着这个市场主流 我们先讲台股 如果跟随市场主流 你一路布局原物料相关族群 航运钢铁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人 我相信现在目前 你的这个持股或是说你的获利 应该是相对丰厚 其实五月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震荡 基本上五月大概应该还是赚钱 就不要讲说上半一到五月赚钱 五月都应该还是在赚钱 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投资人 你没有错失掉今年的主轴行情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去考虑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六七月 可能会有一个 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换档行情 它可能股票市场 它可能全球股市会有一个卡卡的状况 的情况之下 你要是不是 適度的保留一些资金 等待换档过完之后 然后下半年重新进去 找这个主流的布局 因为我觉得上半年跟下半年 全球股市的主流可能会改变 当然它有可能持续 就是有可能持续 航运钢铁 原物料周期的股票还继续走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它会换档到科技股上面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 目前正在观察的 我还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确实的答案 确切的一个方向 但我现在目前正在观察 既然是这样子 你可能适度保留多一点的现金 也就是说你手上的现金多一点 等待换档过程 确立了 方向确立了 然后我们就充容的布局 比较弹性去操作 这个是在台股的部分 那美股的部分 我认为 六七月 美国联准会应该会做 比较明确的政策的宣誓 六七月就会有 六七月会做 比较明确的政策的宣誓 因为你会发现最近 美国联准会很多的 这个台面上的人物 纷纷出来放话 这个其实已经在暖身了 就美国联准会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正式会议要讨论什么事情之前 他们会先让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出来对市场打预防针 你会发现他们现在频率很高 开始在框打 方向跟目标性都一致 所以这已经告诉你了 他们已经在跟市场打暗号 所以我估计六七月七八月 这个时间点 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会做转变 但幅度不会太大 应该开始先是减债 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升息呢 我个人比较倾向明年中到明年底 还要一年的时间 对我比较不像这个小摩的执行长 看了这么快说 可能明年初就要升息 因为基本上减债 大概他至少要减个三季度 才可以把他的这个所谓 现在目前1200亿的这个购买规模 把它减掉 我记得上礼拜 莫娃哥也有跟我们提醒到 就是减债到这升息之间 其实他是有一段时间差到 对那是2013年当时 2013年 2013年本年期在5月的时候宣布减债 然后到年底正式减债 然后2014年一整年就是减债年 然后到2014年年底Q1就结束了 对那Q1结束之后2015年的年底升息 那一次拉的比较长 这一次可能没有办法拉的这么长 因为这一次的通膨数据比上次 太快了太快了 比上次升的更快 所以我觉得小摩的执行长说法 并非不无 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说有可能明年中到明年底 会是升息的时间点 那这个一到过去的经验 一旦减债开始到升息 这一段时间 美国股市的走势会比较颠簸 但基本上他不会出现一个大空头 他会比较震荡 就是比较卡卡的 莫华哥刚刚说的 他会比较卡卡震荡 但是他的行进方向 依然是拉回之后再往上走 拉回之后再往上走 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并不会出现一个急崩 那这个是我们看美国股市 那当然美国政府也知道说 现在有这个问题 可能要减债要升息这个问题 所以说拜登就适时的在财政政策上面 开始大撒币 你可以看到他一撒要撒六兆美金 超多六兆 你可以细看他的项目 洋洋洒洒三四十项 每一项都是几百亿美金 那我列举了几个大项 比如说有这个7500亿 他是要做国防的 然后有4300亿 他是要做这个教育的 然后有2000亿美金 他是要去做一些医保 欧巴马医保这些东西的持续 对 那钱从哪里来呢 那美国政府就画大饼 说有可能是这个 我们的计划下去了 经济增长了 从税收来 Anyway 无所谓 反正再多人不愁 现在美国就是不断的印钞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货币政策可能退场 但财政政策补上 那他可以把这个市场的疑虑消除很大一半 所以为什么美国股市最近 虽然说通膨数据很厉害的上升 然后呢 市场疑虑很高 但是股市没跌 对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现在目前美国股市的看法 我个人是中性 我也没有偏空看 但是呢 他也不会大涨 所以你也不要预估说 美国股市后面还会大涨特涨 大概不会是这样子 他有比较可能是一个缓步 慢慢上升 拉回上升 那台股在这个地方呢 只要国际股市不大跌 美股不大跌 其实台股也跌不到哪里去 对 但是 风格上面的投资的转换呢 可能会出现在六七月的一个换党过程中 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所以呢 大家在接下来这两个月 你就要特别去留一些类股指数的变化 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嘛 类股指数其实是你观察资金轮动 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接下来就要继续来请教我们朱老师 朱老师 其实在最近的行情变化真的很快 比通膨还要快 这样在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节目录影播出嘛 礼拜二录的 那隔天可能还准 那到礼拜四可能就又变不准了 就被观众骂 因为太多人看 看节目买股票 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好不好 因为节目也是跟大家讲一些基本面积 其实都是客观的数据 但是行情外在的变化其实是蛮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资金轮动有多快 那上礼拜这个航运族群算是蛮强的 可是这是昨天 就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时候航运整个族群是跌 是跌1.43% 相反的大家没有预料到 这个半导体跟电子反而是还不错 都1.5%以上的一个涨幅 所以现在行情变化这么快 如果喜欢追高 或者是做短的观众很容易就 一买就套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操作上有哪一些的策略 那其实这个经济面 国际总金也是一直在变化 那国际总金当然也是在 在应付这个经济的改变 那我们的台股基本上来讲 也算是表现很强了 这一阵子大家都很担心 都宅在家里面 可是股票还是很凶 还是在涨 那我们就技术面来看 基本面刚才这个 孟华兄已经讲得非常的多了 而且讲得非常仔细 那我们大家做台股的人 当然对台股的行情比较关心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台股 技术面现在的图 很明显 大家一看就是一个V型反转 这是一个标准的V型反转 换句话讲在前面 大家很恐慌的杀了两根很长的黑K 然后呢 这里就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 那今天还有看到高点 我们今天录影还看到高点 那就表示反弹还没结束 因为你到今天 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 还不知道了 如果我们的收盘 还是一个红K实体棒 那表示这个还在反弹 那就技术面来讲 这已经反弹到高点了 已经到压力了 对 所以稍微要注意一下 可能明后天 或者甚至于今天 就有可能开始出现震荡 因为我们的反弹到前高的位置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在技术面来说 这里已经形成一个V型反转 好 那V型反转呢 可以让我们放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大盘要跌 可能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你V型反转表示多方在这里 不管是撑盘 还是护盘 还是内支跟外支对坐 但是它都会反映到技术面 强力的抵抗 技术面就告诉你现在很强 所以回来 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技术面里面 这个V型反转完了 后面会来一个第二只角 因为就技术面来讲 现在还是空头反弹 对没错 它还没有转成多头 一个叫反弹 一个叫回升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反弹跟回升 大家要记得有差异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大盘 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反弹 那既然反弹到这么高点 又到压力 可能还要去闯历史高点 17709 这个已经近债直尺了 对 非常接近 那如果这个反弹的强度 还维持的话 当然有可能会过了再拉回 但是现在在这个位置 不管怎么讲 不管你是过了拉 还是预压拉 就是都要回来 他都要回来做修正 都要回来一趟 休息一下 所以就大盘行情来讲 这边也是要谨慎一点 就是你操作不要冲得太凶了 或者尤其是那个前一阵 那个强势肋股 那个一直在冲的 那你基本上你也是要短线应对 如果大盘一拉回来 这个一定是涨多的 比较受影响 那底部根本都没涨 他怎么会受影响 所以去追这种类比较强势的 前面的这些股票的 手脚要快一点 那好的机会不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在压力嘛 所以好的机会是等他回来修正 所以大家去我们在做股票 当然你可以做当天的当冲 但是你也要看稍微的远一点 也许没有办法看三个月以后 那至少你要看懂三天嘛 三天五天的行情 对 机率还比较高 所以三天五天的行情 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震荡 一个就回来 会回来修正 这边压力比较大 其实我们做股票一直都有一个惯性 在高档本来就是风险比较高 是 回来低档你反而要买 反能性操作 你要把这个反向操作 要能够习惯他 你不要说很习惯 一高就去追 一低就怕 所以你这个思维稍微改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在大盘 我们就静观其变 就说回来之后找这个买点 回来之后找买点 那一样的 技术面会告诉你回到哪里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说 A一定是回在 因为现在我们的军线都破了 对 如果月线人撑 那就最强的 对不对 表示你回来连月线都不破 那这个大盘当然就有机会再去攻了 是 或者是回来压力没过 就会做震荡 就会在这里做一个震荡盘 那这个震荡盘也很好 因为让行情稍微冷却一下 所有的股票沉淀一下 那震荡完了再攻 你一定会有很多好股票可以操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短线 也就是说大概两三天的这个运租 这个大概在这个压力可能会震荡或回挡 大家心里先有个准备 那当然你检视一下你的股票 就不要太冲 因为每个人报的股票不一样 你就检视一下 你的股票也获利很好了 也在高档了 那有震荡大盘拉回 你的股票拉回 你就先获利入带 先把资金收回来 那如果你的股票也在下面刚起涨 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比大盘强 也没有因为大盘跌它没跌 那你就继续持股 这是短线的建议 那我讲为什么大家放心 我们去看一下中长线 我们的大盘周线 在不是上一周 这一二三前三周是回挡 有个黑K 可是你会发现 后面的两周都往上拉 那这一周 几乎就要把黑K吞掉了 要把这根下跌的黑K吞掉 就技术面来讲 长黑被突破 是很强的 还会有一个波段出来 还会有再有后期的行情 如果我们今天收盘 或明天收盘 能够把这个黑K吞掉 因为我们要看周线 如果这个礼拜把这个地方吞掉 那短线这个历史高点就会过 对 它就会让大家很兴奋 又看到历史高点 那我刚刚有讲了 因为你没有回来 所以冲过历史高点 你还是不要去追了 让它回来 至少我们知道周线是很好的一个多头架构 格局还是很好的 周线的多头没有改变 这根长黑当初是很担心 因为你的上针切线被跌破 可是现在如果你又能够恢复 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反转又恢复 那这个疑虑就可以把它消除了 那如果你去看长线 那更是厉害了 我们刚好昨天收月线 月线图 K线 这个月线你就看到一个 在K线里面很难得见的一个长下影线 而且这个下影线够长 这超长的 超长的 长到不行 那我们在技术面都知道 这个下影线越长就是支撑越强 而且这个下影线还是有大量的 这个支撑是有量的 就是从最低点有一直拉的 用量去把它拉上来的 所以短线来讲 这根下影线的低点 应该就不太容易破 至少6月7月应该都不容易破 所以我们讲说 即使回来 你也稍微的不要太恐慌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因为回来可能只是休息而已 那其实大家可以回头看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根吓死人的 我们看前面是不是有一根 后面也是走了一大段 也是一个黑K长下影线 那当月不是吓死人的 对不对一直沙沙 可是你会发现第二个月是红的 我们现在也是压 我们现在也在反弹 那如果我们的6月 如果没有大行情 但是如果你收一个小红K 那这个后面就有可能再走一大波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 对 要6月7月 要一两个月以后 所以我们台股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短线是反弹到高点会震荡或回挡 但是中长线的格局是完全没有破坏 不但没有破坏 而且还表现这个技术面反应给我们的 这里是很强的 还打了一个地基 对对所以如果你把资金收回 准备这个回挡 有这个股价有低挡 那你就先把资金准备好 因为再上来我们的整个的大盘就变成 连短线都变好了 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完整个大盘之后 因为我们刚刚也聊到嘛 其实整个类股轮动非常快 今天涨航运 明天涨刚刚也后天涨电子 所以如果从类股的选择上 我们该怎么样来看 那基本上我建议各位 就是每一个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五收完周线以后 你礼拜六礼拜天找个时间 把类股的图打开看一下 因为类股也是一个趋势在走嘛 那比如说各位讲说前面最强的叫航运股 那实际上航运的类股你也看到 它不但V型反转还过前高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V型反转有可能我们的大盘会创miss高点 那航运股就是V型反转过前高 那过前高在高档嘛 所以它会回来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 现在的航运股的位置 是不适合去冲进去 然后报场 今天早盘我看航运股也是都在休息的状态 所以航运股 它前面有修正一波嘛 但修正完它又涨了一波 而且这一波又涨得很大呀 这个幅度很大 又急又猛 所以你看我们就技术面来说 航运股你当然不要去空它 因为它是多头嘛 太强了 你不要去空它 可是你在这个位置做 你就要跑得快了 因为它早晚就要跟这个一样 要回来嘛 你前面不是也回来了吗 有转就跑就对 所以各位都可以用前面的图 历史经验去看一下 哎呦 涨了这么一大波就会杀 那现在又涨一大波 所以你在这里做 只能 做当冲是没有影响啦 对不对 你因为当天就跑了嘛 对 可是你就不要报长线了 如果它不好 收盘跌破五军 你就赶快离开 因为这个航运股 它是一个很强的喔 但是因为它太高了 目前的位置太高 那下次如果它真的修正个两三个礼拜 你还是可以考虑啊 对不对 因为它又回来了嘛 而且外在环境也没有变 对我们就在买 好 那各位刚才这个莫华兄有讲 有一部分电子股感觉上 已经好像比较 尤其这两天 那实际上是因为前面电子股跌太深了 所以电子股跟大阪本来就息息相关 所以你去看这个跟大阪的线几乎是一样 涨差不多 也是两个长黑 然后反弹 然后也是到前高了 对 所以基本上电子股跟大阪的走势是很像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如果传产股在这边做一个休息 因为前一阵几乎都是 都是传产股在攻嘛 电子股在跌嘛 对 那现在传产股在休息 那就要电子股来接棒 所以这个大阪才可以维持在上面 所以电子股基本上它有几个利多的地方 第一个当然就是跌升 前面 而且跌升有基本面 不是很多电子股是有基本面 基本面都很好 运收创高 结果股价现在下来了 那你不妨就在这个时候 去把这个高档的传产股做一些减码 因为它已经在高档 不是以后它会变空 那你就准备一些资金 在低档的电子股里面去找好的标的 再考虑一下它的产业基本面 对不对 如果它产业基本面本来就很好的 那这一阵子跌下来就是好机会 你也可以在低档稍微做一个布局 好像最近我们的半导体 IC设计 晶圆又开始了 因为它本来基本面就没变 对不对 基本面本来就没变 所以大家我建议在这边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类股 电子类股 那电子类股里面的半导体 一直都是主角 它是一个主角 那半导体是不是也反弹到高点 都到高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好的电子股 因为电子股开始转强了 那有好的电子股 有在打底的 各位都可以去参考 因为我们做股票 本来类股就是在轮动的 对 不可能有个类股 永远都是它在走 一直冲一直冲 它长完了 它长多了 总要休息嘛 就会换类股 所以各位可以借着每一周假日 把整个的每个类股都看 比如说纺织类股 造子类股 你都去看一下 有的时候造子类股 会强 强个一个礼拜 或一阵 它就会休息了 对 可是等它休息回来了 它又是一个机会 只要这个类股还在维持多头格局 那整个的来讲 我们的大盘如果维持多头格局 那我们的类股就是一个轮动 它就是一个轮动 所以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以前我们都想说 大家都是讲电子股 那实际上现在已经 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你通货膨胀 也不是只有电子在涨 你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涨 万物皆涨 你的硕化啊 什么都在涨啊 纺织也在涨啊 所以现在的类股 大家在做的时候 要平等看待 也就是说你要去做股票 最好能够平均持股 你有一半是船厂 有一半是电子 因为他们会轮动 比较不会错失的机会 对对对对 因为它会比较轮动 你不要毒压一个地方 你这个是策略了 你稍微做一下 持股的调整 应该在你的操作上 就会比如说 现在我的航运怎么弱了 你还有电子啊 电子开始转强 航运只是休息 那我电子在赚钱 所以你可以朝这方面 去调整你的持股 朱老师也跟我们分享非常清楚 其实在台股这个多头的格局 还是没有变的情况下 其实在类股的选择 就是大家要做的一个功课 朱老师也建议大家 其实你手上不要只有单压 船长 单压电子 两个都持有 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 可以应付个股轮动 一个很好的策略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 在疫情的情况下 台股最近在涨什么 看到上周翟佩通 超强 翟佩通过去是一个 没有心跳的股票 你看到没有 你看看K线 2021年的3月 一直到5月 结果后面来了这么大一波 周涨幅57% 那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疫情 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电商 网购的销售成绩 听说成长了8倍 阿哥你觉得这个数字是真的 因为最近我也为了防疫 老婆怀疑尽量不要出门 在家里买米 米全部都卖光了 害我买了人生中最贵的米 以前都吃1公斤不到100的 这次买了1公斤400多 因为只剩那个可以买 不过真的蛮好吃的 日本的这个月光米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买不到米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教 慕豪哥的这个问题 因为慕豪哥之前在我们 集进化投资给利益里面 那时候慕豪哥就跟大家分享富邦美 如果有上课的朋友 那时候讲富邦美 大家一定讲说 慕豪哥这富邦美1千块 你再说 现在没多久的时间涨了那么多 所以电商我们该怎么看 好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有几个类股 是值得大家持续叮牢的 一个类股就是航运股 这个航运股 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不败教主 不败教主 不败教主 东方不败 为什么 因为航运股你会发现 第一个它缴得出成绩单 这个一季 可能拿出六七块七八块的EPS 那你说是只有今年吗 那我们看到明年 明年航运还有这所谓的缺传的问题 后年还有所谓的环保的问题 所以说航运股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持续叮牢这个类股 尽管我刚刚所讲的六七月 可能它是一个换党过程 但我没有这个绝对的认定说 这一些上半年的主流类股 不会持续到下跌 大家要注意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 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把全部卖掉 都不看了 我就只是看电子 这个风险很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操作上面 我们应该是眼观四面而听八方 对各种的消息 各种投资标的 我们都要拥抱它 对 但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拥有它 拥抱跟拥有是两回事 拥有就是你持股 拥抱是你要去研究 关注 对 对 所以阿格里刚刚讲的这个关注两个是非常棒 就是说 我们随时要关注这个市场 任何的类股 个股跟盘面上的脉动 好 那 就不败教主之一是航运股 钢铁股 一律稍微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钢价涨太多 比如说我跟各位讲说 美国最近在酝酿一个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川普的时候不是对这个外国进口的钢铝 科与高关税吗 对 保护美国的钢铁跟铝业 他科的关税是钢铁是25% 铝的关税是10% 最近美国的这些用钢业者 下游的业者就跟美国政府讲说 不能再科关税了 你要不要解除 他说因为这个钢价最近这半年来涨了15次 结果你还克税 美国钢价涨了15次 太夸张 不断的挑挑挑挑挑15次 你知道现在美国钢价是全世界最贵了 美国现在的钢价贵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热压钢来讲好了 台湾现在一顿热压钢 中钢出厂的价格还不到1000块美金 不到1000美金 美国现在已经到1500了 1500差不多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中钢的钢能出口到美国 赚翻 那不是探病鬼 对 所以说美国的钢铁业者就赚翻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钢铁 我记得很早就在阿格林 去年就已经讲了 讲美国钢铁可以注意 克里夫兰自然资源可以注意 你看这些股票就涨几倍了 好 那回过头来 那如果说拜登政府真的去解除钢铁关税的话 那请问这个钢价还能持续这么高涨吗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基本上钢铁全世界还是供过于求 对 我们就讲如果说你全能开产的话 全世界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出钢 消不了那么多的 所以钢铁稍微有一点疑虑 但航运我觉得它疑虑比较相对小一点 那另外呢就你刚刚所讲的 未来的主流趋势是什么 为什么我在奇境化给力赢 要讲两档 一档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富邦美 刚刚有个理由 另外一个国外的股票就是微软 我就只有讲微软跟富邦美 我不是叫大家去买这两档股票 我是在分析给各位看说 我到底在怎么看趋势跟投资 产业上的趋势 对 产业跟投资的趋势 好 大家都知道说这个work from home 或者说这个宅经济 也是未来的不败教主 因为生活形态都已经改变了 人类回不去了 口罩就像真的可以拿下来 你也怕怕 你可能像过去那样子 肆无忌惮的 在外面很free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人类的生活趋势 跟改变的轴线 他已经往这个方向走 那既然是我们就特别注意 这个趋势跟方向 那就算没有这个趋势跟方向 请问电商是不是方向 对 电商为什么他是方向 因为他本来就降低你的购物成本 加强你的生活便利 人不就往这个方面去走 买便宜的 然后又方便了 稍微快 稍微快 来各位看一下 他不是只有翟佩通长 他家里大龙也去 也是从没有心跳的男人 变成狂跳 那翟佩通更是夸张 每天都是涨停一价 好 那翟佩是一个不败的趋势 但问题是说 翟佩这些公司 到底能赚多少钱 拍摊 其实没好摊 真的拍摊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翟佩通去年EPS2块多 那今年第一季的EPS是0.64 跟去年差不太多 去年第一季是0.57 讲实在的 他们是一个辛苦行业 为什么是辛苦行业 他们是服务业 服务业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利润率本来就比较低 对 如果说 翟佩业者大幅的要求 提高他们的货运运价的话 就是那你想看那些上游强势通路 会答应吗 你没有我们的这个电商 你哪里有货可以运 对 对所以这个溢价能力 我觉得它会比较低 溢价钱比较弱 溢价能力比较差一点 所以说 这些股票比较 我觉得翟佩通家里大龙 它比较有一点点 就是像什么地藏王 这种感觉 就是说 比较一个时势性 时势性 我不是说地藏王不好 地藏王我也每天觉得阿弥陀佛 基本上他们比较时势性 但是我觉得真的长期 你要去注意什么 电商股 电商 他们是真的掌握最上游 人家说通路为王 对 所以为什么富邦梅 就是我一再在注意的一家公司 各位富邦梅 他今年第一季的EPS非常亮眼 他今年第一季的EPS高达5块多 我这边有这个第一季的EPS 来各位看一下 他去年的EPS是13.87元 这个是在创历史新高 因为他上市以来新高 那他今年第一季就赚了5块多 快6块钱 赚那么多钱 对我记得我在阿格丽的习近画给丽营里面有讲说 其实富邦梅最重要是要去观察他的这个利润率 对利润率 其中利润率最关键是什么 他的营业成本能不能下降 因为讲实在的电商他的毛利 净利率不高 那你说我要把毛利净率拉高 其实也并不容易 营收可以拉高 但是毛利净利很难拉高 各位可以看到 富邦梅今年第一季的EPS是5.57元 来这张表我就做给大家 5.57元 那他的营业率 我跟各位用口头讲 他的营业率是第一季是4.61 4.61 他去年全年的营业率是3.3 已经成长很多了 拉上来1.6个百分点不容易 这超多的 营业毛利呢 毛利率是10.3 那去年的营业毛利是9.4 也是拉上来1个百分点 那最后净利呢 拉更明显 是4.24个百分点 他去年的最后净利是2.89个百分点 所以说 他三率是三升的 那他的 关键 其实三率三升 就算拉上来也都1个百分点多 对他的EPS的贡献 最主要还是营业成本要下降 他的营业成本真的降很多 我跟各位报告 他今年第一季的营业成本的 这个 占比是5.83 5.83 5.83 他去年是6.25 差那么多 对 所以说你会发现 富邦梅除了三率三升以外 他又把他的这个营业成本下降 那他的EPS是不是就可以展现出来了 所以再加上他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这个创新高 第一季营收跟四月营收 都成长二十几% 所以营收又成长 三率又上升 然后营业成本又下降 动力加速度了 所以 为什么他EPS可以一下蹦到5块多 主要运营在这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 这家公司怎么看呢 我觉得最近他为什么他股价到1200块这个地方 就比较有压力 有点压力 是因为他的股力政策 因为他宣布了他要配息13块 但是他配3块的股票股利 好 稀释这个股本蛮多的 这个政策一宣布出来 隔天第二天股价就跌了 好 外资就开始卖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股本14亿嘛 你一下要扩张股本呢 30% 稀释你的利润率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那我希望富邦美只是一单一次的扩张股本 而不是每年要扩张股本 因为他这次扩张股本还可以控制在20亿左右 还好啦 我觉得对长期的利润影响不是很大 会有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呢 如果他不断的扩张股本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对 就像慕豪哥之前也有 我看你有分享过价格吧 价格也是一个不断扩张股本 然后最后细施 价格就是一个最好例子 从30几亿的股本扩张到90几亿 差不多夸张了 公司股价就是从这个跌到50块钱 从这个180块跌到50块 因为你扩张股本 你的EPS能不能赶得上是一个大问题 对 我觉得通常都赶不上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富邦煤呢 他现在一切看起来都不错 但唯独就是这个扩张股本 那2022年他的营收可以冲到1000亿 现在目前大概可以达成 因为他今年一季已经差不多200多亿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 他就近在支持了 近在支持了 所以说这家公司我仍然是看好 我仍然是看好 我觉得我们宇斯卡把他列为 就是说观察的标的 对 好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电商两雄 对 没有怎么看 网家跟创业家 就真的稍微辛苦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不管EPS或营收 他们排在一起就是矮一大截 对不对 然后利润率各方面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说 像富邦煤那么出现 可能钱都被某某赚走了 那 现在目前我觉得电商也进入到一个大者很大 因为大的电商平台 第一个他的会员数多 像富邦煤有上千万的会员 会员数多 他的强势通路 再加上他卖保险 卖各种东西 什么东西你想到想不到 将来都在上面卖 哇 这个将来他的这个营收扩张 多元化进行之下 我觉得通路为王 对 过去是实体通路为王 现在不是 现在是虚拟通路为王 现在通路都租不出去了 店面都租不出去了 大家都怕怕 你看到这一次 像宝雅 Seven 还有全家股价有没有涨 没什么动 没什么跌 但也没什么跌 也没什么涨 最主要是什么 他们生意还是会受到影响 大家还是会怕到实体 多多少少会影响 所以说通路为王 现在变成是虚拟通路为王 我们就可以关注这个趋势 对 沐浩哥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之前听马云说 他觉得说电商已经是一个经济体 我觉得真的蛮符合你刚刚 这样的一个论述 然后这个Momo 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强势 他现在已经 自己建自己的物流的车队了 他原本是这个宅配通的股东 那他也开始在卖宅配通股票 所以未来呢 你可以关注电商的股票 阿克里也觉得可以关注多一点 但是对物流业者 也像沐浩哥讲的 他们比较辛苦 你看这个富邦美 把这个宅配通股票卖掉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未来该怎么样去看待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 那接下来 讲防应概念股 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们还是要 来问一下朱老师 我们讲到一些 聚焦学股票 不管是这个华硕 甚至到面板的群创 友达财经 这个很多人都有持有 或者是说一些航运的股票 所以在这些股票上 我们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 那在操作上 我们在悬股上去考虑这些 基本面 产业面 这些变化 但在操作上 都一定要回到技术面来 否则的话 你一直依赖的 你所想的 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大跌 像刚才所讲的宅配通 大家一看 哇这标股 对不对 90度的这样上涨 对 那你就要知道 你做的这支股票叫标股 所以你跟 其实跟基本面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也没有说 获利成长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可以涨好几倍 那这个实际上 就是市场在炒作的 那你如果做这种股票 也没有什么好考虑 就是你 尤其现在高档 你要去追这个股票 你就每天就守K线的低点 如果你买的股票 你今天买明天 把你的昨天的低点跌破 你就赶快卖 因为它飙上去 就会飙下来 那跌起来也是吓死人的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你回来 你把它基本面 甚至于十四造英雄 那么现在的十四把它造起来了 那造起来 你就要在技术面去操作 所以翟佩通 我这边就讲一下 如果你现在有持股的 你当然很高兴 每天涨平板 哇这个一辈子 没有碰到这么好的事 我也没遇过 太爽了 一天10% 一天10% 比买什么东西都赚得快 那可是你也是要跑得快 这个我先说明 那另外的股票 刚才这个孟华老师也讲了 航运股长远还是很好 对 今天早上好像还有一个消息 怎么长荣跟阳明 第二季有可能也是8块 那这样子算起来 已经半年了 两季了 两季已经十几块了 不简单 那以今年一年下来的话 可以预估啦 那可是股价涨多了 还是会震荡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长荣好了 长荣现在也是啊 修正完了上涨又到前高了 也就是我们常跟大家讲 你买股票买在低档 不要去追到高档 即使未来还有很大的行情 可是你现在去买 万一他回来一修正 一短期就被套 那心情总不好嘛 所以我知道 他的基本面很好 那有可能你哪一天想说 哇怎么那么惨 我买了就赔 结果你就把它卖了 那卖了他又涨 因为在长线来看他是会涨 所以各位在选股票进场的时候 你就最好要在技术面去进场 这样你可以避开很多短期的被套牢 短期上有压力的考验 如果你是一个老手就无所谓了 因为老手本来就在看基本面看长线的 对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伸手 大概很难很难适应 所以他是很好 但现在也一样在高档 所以你会发现长红这几天震荡的很厉害 盘中拉拉拉就杀到平盘下 杀到平盘下他又拉 那表示在这里的多空已经没有那么筹码没有那么稳定 有人在这里在高档在获利嘛 因为他刚好也到100的关卡 在这边不像万海 万海已经拉了 前波的高点 万海的100已经变成习惯了 他一般140了到这个地方 但长红刚好要来破100 所以整数刚好也会震荡 因为你本来不是这么高价的股票嘛 你现在跑到100来了 总是有些人会怕了也不敢买 那有些人获利又很好在卖 所以我们长线看好的股票 请你等他回来再来接 这样子你会操作上会比较顺利 那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跌升的 跌升的股票比如说像这个彩晶 彩晶今天也是在涨 OK 那一样嘛 他这个叫跌升的股票 他已经几乎跌回来差不多前面的低点 那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他 他已经一路的在反弹 那既然这是一个跌升的股票 各位就可以去锁他回来的第二只脚 因为他现在反弹均线都已经站上 他已经全部站上均线 那如果你回来去一样 还是刚才的概念你不要去追 因为今天一涨又到前高来了 对 你看所有的图都一样 他一热的时候就在高点 那高点的时候就最热 那大部分人都忍不住 追高 对啊 对不对 那跌下来的时候又没有量又没有人买 可是大家都不要他 可是我们如果他的线做出来了 趋势做出来了 那在下面跌下来的时候 起涨的时候你就要敢买 所以像这种就是属于跌升又开始上来的 那你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面板里面还有一个叫群创 那群创面板有很多人的看法 现在有一点分歧了 在前面第一季大家都认为面板还会再涨 可是现在对这个面板的报价 是不是能够持续上涨 已经有很多的看法都一样 有很多疑虑 对很多的疑虑了 但我们就技术面来讲 他也是回档修正完了又开始工了 所以你看群创昨天还涨停板 OK了 那我们如果就是说你去做短线的人 他也可能会有疑虑 但是你是做短线 那你就在这第一根买 涨到两三天他又会到高点 那如果他不够强 或者他的基本面没有办法支撑他的话 他自然就会下来 那你就请你就赶快退出来就好 对不对 那这种就是看看他短线能不能够过高了 如果能过高 当然你还可以去长期去持有 或者是操作他 所以像这种股票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基本面疑虑的 那你就在技术面去操作 所以技术面当然你也可以不做他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做这个股票 假设真的讲错的 对对对 我只是举个例子给你看 股票有好有坏 有基本面强的 有未来还在发展的 那你可能就规划到做 盯他久一点 做他时间长一点 那如果有疑虑的你就做短一点 就赚就好了 这样至少你先不要受伤 我们做股票我一直有个原则 就是说不要把你的资金赔掉 因为股票市场资金就是你的 获利的本钱 保本其实最重要 你没有资金 你不可能在股票市场获利 你拉什么来获利 对不对 所以保资金才是我们的 摆在第一位 先把资金保住 那第二位就是好机会就来赚 用你的资金去赚钱 所以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 那这样子你在股票市场操作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朱老师也提醒我们短线上的操作 其实如果上涨的股票 你等它回来再去做 这样是相对比较保险 而且要记得手上有钱 然后保本是最重要 不然下跌不然跌到在地 你手上没钱 你自己有什么用 好那最后要请教这个朱老师 因为朱老师也难得来我们的节目 所以今天要跟你来请教两招 就是大家很常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反转以及落底的讯号 这个该怎么抓 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好那我先讲一个落底的讯号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大家好像这一阵子都不怎么关心 那在前一阵子它是护国神山 这四个字不得了 它要护国家 不得了不得了 那这个台积电一直跌 跌到这个520都破了 517块 那各位就会发现 在台积电的最低点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大盘的月线 它就搞了一个这么长的下影线 这个下影线这么长 那这个长还再加上下面有爆量 下面爆了一个非常的大量 有了进场买 那基本上这个就叫落底了 那落底不一定会反转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低点又不容易破 它有可能还会在这里整理一两个月 朱老师讲的很重要 它不一定会涨 但是也不太容易跌了 但是你在这也不要卖了 因为它也不容易再去破这个底 那这个叫落底 我落在这个地方 那落在这个地方后面能不能转强 那就要看后续的 后续有没人继续买 或者有人再来炒作它 再来操作它 那就要看后续 所以台积电目前跟大盘一样 它只是反弹 它落了底以后就反弹了 那至少我们看到这两个礼拜来 这个底都没有再破 那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确认台积电 在520这个地方应该就落底了 下次有机会再接近这里 应该就是好位置 那当然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容易 机率上比较小 再回到 再就机率就很小了 那也没关系 因为你下次回来的相对的低点 相对的这个低点 确认的话 那几乎这个就叫做 要底就开始出来了 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地方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那反转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四星 四星前面因为美国 美国的这个中美政策 把他杀了一二三四 杀了五支跌停板 那杀了五支跌停板 你也不能在这里去买 第一个没有落底 第二个没有反转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技术面你很清楚 这种股票它基本面很好 但是被消息面打成这样了 那你就等机会 等什么等反转的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 它也是在这个低点就开始出量 但这个落底的讯号没有很明显 不像台积电 有一个很长的下引线 那我们只好等它打底了 这个地方还有疑虑 万一这个地方还会再跌下去 也是有可能 所以你不要太急着 在这个地方就去布局 可是你慢慢的会发现 它真的底就打出来了 也就是它第二只脚出来 所有的均线 现在月线也三线多排 这个底就出来了 那这个就表示它反转了 反转的意思就是趋势改变 它已经变成多头了 那刚才的台积电落底 但是趋势还没有改变 它只是一个反弹 我们要参考均线 对对对 它只是一个反弹 所以这两个各位在底部找股票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底部找 基期比较低的股票 但是如果你要去布局的话 那一定要有落底讯号 你可以布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反转你就先布 但是如果没有落底讯号的 你还是等它反转 把底部打好 这个时候再回来 你再来开始进场 比较安全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那鸿海也一样 鸿海跟这个台积电一样 它是有个落底讯号 这里有一个长下引线的大量 非常大的量 有一个长下引线 然后战上五军 现在就沿着五军再反弹 所以基本上鸿海也是有个落底的讯号 换句话讲鸿海 上次跌到这个90大概97块 98块这个地方 短期是不容易破了 当然我们不能讲两三年以后 至少在短期 这个地方是一个落底的讯号 如果有什么好的机会 再回到这附近 100块附近 那对鸿海来讲都是好位置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节目真的是收获满满 不管是沐浩哥分享总金 以及这个产业趋势以外 最后呢朱家宏老师 用技术分析来教我们 很多你如何找这个反转啊落底 以及在股票上涨的过程中 先标记等拉回 那你再买 手上有现金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喜欢阿哥六 投资这有意料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 Facebook以及Apple Podcast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